原警在路上進行攔檢 一一請駕駛搖下車窗檢查是否有飲酒 但攔檢到這位先生時 搖下車窗車內立刻散發出濃濃酒味 原警察覺到不對勁 趕緊請他下車配合酒測 但奇怪的是發生了 酒測值竟然是零 打開後車廂一看才發現罪魁禍首 原來是他後車廂放了多瓶的酒精消毒液 烏龍事件發生在新竹湖口行星路上 25號晚間9點多 原警執行擴大零檢情路時 發現駕駛車內飄出酒味 對駕駛進行酒測 卻什麼也測不出來 新冠肺炎疫情嚴峻 民眾為了防疫將消毒液放在車上 但車內搖晃一不小心 就會有滲漏的危險 如果遭到太陽照射 高溫之下酒精是高揮發液體 若是發生火超車意外 後果不堪設想 記者和孟前新竹三網報導